还用炒鱼摆出一只松鼠造型 拿来生粉或者说玉米淀粉 360度无视角拍它 一定要拍干净拍均匀 手中这一块是完整的鱼下巴 将其中一片卷成窝流状 再用竹签穿起来 另外一片摆成S型 也是用竹签穿起来 然后在六层油温的时候下油锅炸 炸至表面微黄就可以捞起来 现在你们知道穿竹签的作用了吧 就是防止它变形哦 炸完之后再悄悄的将竹签拔掉 尾巴身体头部完美的组装在一起 再拿来黑豆点睛 一般淋上糖醋汁即可 朋友们等不及了 我先发布作品了 做的不好 请供参考